今天是2022年3月7日 亦都是快必还押第545日 今天是懲教署禁止亲友探访的第31日 无得探访 唯有靠福利官转达快必口信 今天施衣福利官大概中午时分 就打电话给快必家人 快必说辉春收到 唉不过都快要清明了 终于收到辉春 不过都是有得看 没得保持 等迟些可以出书出信的时候 快必说就一起送出来外面了 快必今早的早餐是皮蛋瘦肉粥 他说可能粥放得久 迟了送到入仓 所以结佳佳的 有点难吃 幸好都还有炒米粉加辣油 总算过得去啦 他们船员每天都还要撩鼻做快速测试 快必就说自己仍然是negative 没中招 可能他单独囚禁 见小强都会见人 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感染啦 不过看报纸 说到疫情相当严峻 天天都过三万中招 天天都过八死亡个案 所以快必都叫大家好好保重 但就不要抢梁 抢到太夸张啦 今天终于收到快必寄出来的信了 这封信是2月18号写的 信里面说2月17号那天 47人案在西九龙聆讯 因为是律师团队之前那几天帮他申请的 快必说都不记得了 那早上7点他才知道原来要上庭 当时疫情已经有少少严峻的了 所以他说那天自己戴着三个口罩喔 那天不就是在古灵精怪 将一个口罩遮到对眼 跌跌碰碰地上庭咯 每次早上上庭 早餐就是三文字 通常会加一杯热奶茶 Lunge又会吃点恶特饭 他通常是爬两爬就不吃 可能他怕不够饱啦 所以那天他除了带一本书 叫罗马历史上庭之外 还拿了一包黄色M&M巧克力 和一包鱿鱿鱼丝 另外又带了一包TEMPO干纸巾 和滴露湿纸巾 哇!十足十小学生去旅行 准备相当充足 快必在信里面 仍然记得赞自己喔 说那天虽然冷 但他的西装外衣裤够暖的 也都穿得他好潇洒 好OK 写信的时候是2月18号星期五 快必说通常星期六有得剪头发 但是就不知道2月19号那天有没有得剪 他说如果有得剪来得不到9号 那就剪啦 不过没有的就没办法啦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剪头发呀 我们在外面都没得剪啦 之前他说一直想留长头发 终于被他含到了 2月中那段日子其实都冻冻的 当时快必家人都担心快必会不会不够衣服 在信里面快必提到自己够衣服的 如果真的太冷 大会也都会有长袖窥衣服给他们 叫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步入春季 等他下次再上庭的时候 相信就更加暖啦 17号那天2点多散场 离开西九大剧院 回到荔枝角 都要在大堂搞一轮手组 检查 换衣等等 4点可以回上去仓 还可以洗澡 那天不错 热水够热 回到房间 收到一搭信 有D99加1 那班年轻同事 Janet Francis 高灵 阿乐 阿Ken 另外 亦都收到护士姐姐 和另一位老医生 阿威 阿牧 Biccow 和Jessie的信 还有 朋友寄来 卡尔维洛的资料 他都收到 17号回到仓 趁未吃饭 天还未黑 立即写信 没信 不过写一下 5点过后 就不够干 又要等第二天 才再写信啦 今天快必的邮箱 都收到很多朋友寄来的信 包括经常写信给快必的闻发婆婆 朗生 Win Win 还有两送饭 阮文圈 向山举木 和Oasis Chan寄给师叔的信 另外可能是新朋友 六十家肥婆羊 以及手跟仔 还有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 寄了两封信 一封是写一个教授与农民 在火车上的故事 另一封是迷雨 多谢了这么多位 记挂着快必 已经立即转记进去荔枝角了 疫情令到很多邮局都没开 邮件的派递都比较慢了 而且这陌陈情教署也都可能不够人手检查书信 快必他无论寄信或者收信 时差都非常之大 不过大家不要气馁 都要继续写信给船员 还没写个信吗? 不用害羞 快拿起纸和笔 立即写吧 虽然我们寄出的信 快必都有时间才收到 不过不要紧 有心不怕迟 如果用色彩繁分和卡通的信纸 快必会更加开心更加happy 但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有贴纸、闪粉或者3D突出那种 程教署是不给的 来信请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 邮政信箱60141号 寄信给师叔 都可以寄来这个地址 最后继续宣传一下快必的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 应付漫长的诉讼 还有 你们订阅subscribe了快必的YouTube Channel 未? 记得CLS 即是comment、like和share 还有记得订阅 谢谢你们 当然 还有赤柱的师叔 他的Patreon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多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